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众所周知 在多儿大陆的最后一场预选赛中 唐三带领史莱克对战天使学院 虽然这是一只纯女性的魂师 但是他们的实力可都是非常强悍的 最后唐三也是拿出了八周毛 才能击败对手 这也因此对于自己的蓝阴草五魂丧失信心 正当唐三情绪低落 陷入痛苦中时 杜杜罗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杜杜罗这次来找唐三 不是专门来探望他 而是向唐三诉说一件高兴事 顺便再向唐三讨要一些暗器 大脚杜杜杜罗这次来 见到唐三的痛苦 面对唐三进行一番劝戒 而杜杜罗要说的高兴事 就是他利用唐三给的 子母追魂夺命胆暗器 打击了菊杜罗 菊杜罗大家也知道 不用多说 骨盒店的强者 杜杜罗与菊杜罗是速敌 但之前两人对战 每一次惨败的都是杜杜罗 但这次的结果有了变化 杜杜罗这次可是带了大招的 中介唐三给的暗器 子母追魂夺命胆成功逆袭 打得菊杜罗匆忙逃算 杜杜罗也没想到 小小的暗器能有如此的威力 所以想再要一些 而唐浩德之后也是非常惊讶了 没想到暗器会有如此的威力 而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